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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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以后就发现现实是残酷的 就没有说像想象中的那样吧 因为我毕竟没有在美国这边打过球 这是我第一次嘛 第一次正式的参加这种比赛 就是真的是我感觉我又做回了我六七年前刚开始打CV的感觉 就是从一个从一个新秀 从一个就是放在人队里就揪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像你刚从青年队打到 对对对就感觉很像 就是上场上你得自己去抢饭 得抢活干 你得去真自己的上场时间 第二则震撼的新闻就是CV球队报价NV球星韦德了 这周早些时候 有爆料称新疆广惠俱乐部为韦德送上了一笔王炸级的报价 外国权威媒体BRNBC也都纷纷转发此事 进一步增进了可信度 可是之后事态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弯 可靠媒体称浙江仇州银行俱乐部 已经向韦德提供了一份三年超过2000万美元的合同 反而是此前爆料的新疆队并未正式向韦德进行报价 尽管浙江仇州银行并不算是CV的净率 但是他们有过之前在NV停摆期引进JR史密斯的成功经历 在对待引进大牌外人上可以说经验丰富 说到韦德 他此前已与中国李宁合作六年 并刚刚与李宁签下了终身合同 深得很多中国球迷的喜爱 小编个人觉得韦德来CV无疑是天大的好事 但考虑到韦德的儿子扎伊尔韦德今年刚刚高一 未来三年将处于篮球训练的关键期 如果韦德签下长约将和自己的家人分隔两地 还是在儿子高中这么重要的阶段 听上去并不是十分合理 韦德或许会效仿当年麦迪的做法 签下一份一年的短约 既能继续开拓自己在中国的市场 又可以提高中国联赛的关注度和竞技水平 可以说是一笔这双方都很划算的交易 韦德会在中国行之后考虑自己的最终具象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有段韦大爷在中国暴虐小朋友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三个故事我们来关注一下打完夏连刚刚回国的周琪 周琪日前已和国家队会合 并在微博晒出了国家队征召的邀请函 随着小丁阿布和周琪的回归 中国南郎红队最强阵容集结完毕 这个月的28号也就是本周六 中国南郎红队将和安哥拉队进行热身比赛 这也是红队亚运会前的第一场热身比赛 到时候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高清录像 小编非常期待完整版的红队究竟会打出什么样的表现 今天的新闻就这么多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欢迎留言和订阅 我是小编秋迪 我们下期再见